HELLO 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 糟糕 這個角色有沒有年滿18歲 我也不知道 應該有啦 看起來發育很完全 這是今年度的 第200支影片 我覺得發個特別的 還不錯 這款叫做Froskin Fury Fury是狂暴啊 憤怒的意思 那Froskin Froskin是包皮的意思 由Stupid Industry開發發行 在10月14號上架 目前還是EA測試階段 內容比較短少 這是一款第三人稱射擊的對戰遊戲 沒有單人遊戲要素 也沒有劇情 需要和人連線才可以遊玩的遊戲 遊戲的主角呢 是一個雙腳很短 圓圓短短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想像成沒有腳 只有兩根大拇指的感覺 然後身體很長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呵呵呵 該是要想像成什麼啊 媽的不要為難我好不好 因為難度很高 總之你就是一個身形相當優雅 體型相當壯碩的聖氣 神聖之物 有的人看到會膜拜一下這樣 那你被丟到一張地圖裡面 為了榮耀而戰 地圖裡面有山有水有橋 還有羊呢 中間還有一個圓形的競技場 讓眾多的英雄們 可以在裡面甩動你的身體 讓每個英雄可以相互切磋一下 那要怎麼切磋呢 按住左鍵的時候 可以讓你的身體集氣 放開的時候 就會用力的往反方向甩 如果不停狂按的話 你就會像是那個 阿帕系戰鬥機的螺旋槳一樣 不停的翻動 那當然你也不是只有一個攻擊模式 都說了 這是第三人稱的射擊遊戲 按住右鍵 可以瞄準 按下左鍵之後 就會射出 你知道 聖氣中的當然就是聖水 射出你英雄的精華 展現出角鬥師英勇的榮耀 讓在競技場的其他角鬥師們知道 誰才是真正的老大 那遊戲雖然說沒有中文 但是裡面也只有選單而已 其實沒有差 只是遊戲性方面 沒有朋友一起玩的話 我建議不要買 他排不到什麼人 開防制度的 那我排了很久 才碰到一個人 打了一場之後就結束了 莫名其妙就贏了 那自己玩 頂多就進去走一走 甩一甩而已 那與其要甩他的 不如甩甩自己的 期待自己 有一天身形可以跟角鬥師一樣壯壽 那遊戲性 我是覺得不太高 歐買沒有多久我就後悔了 可能就算跟朋友玩 也大概是玩一天的遊戲 是我的話 第二次就不會想再開了 為了實況效果的話 可能可以買 但是也要看實況平台 有沒有允許這樣的內容出現 就想買的人自己斟酌一下 好啦 今年的第200片就這樣結束了 我知道有點水 我沒有想到遊戲內容只有這樣 但是買都買了 玩都玩了 做做做了 你們就將就這點 那Discord語音聊天的人不多 算是沒有做得很成功 但是意外的 Steam推薦遊戲區反倒還不錯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看 那這邊就這樣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